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比较特别的是从这件事情当中我觉得台湾民众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占人家便宜占了这么多年 嗯 没错 长期以来利用中国大陆在伏济修鱼 伏济我想应该是很热天的意思 因为今年的三伏天从七月十五开始就最热的日子 伏济从伏济修鱼的这一段期间 台湾就一直都是在这里这个渔场当中不断不断的去捕捞 那修鱼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海洋保育 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 那又或者是法律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站在李亏的这一边 那我觉得关键点在于在政治上来讲 其实我们占人家平占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而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一个很特别的反应 因为过去啊 台湾才不管你理亏不理亏 嗯 反正呢 台湾只要这个渔民呢 发生了任何的状况 就同身敌凯的 然后呢 就是要去指责是对方的不对 嗯 尤其是两岸之间发生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大陆的错 对不对 好 我们千错万错都是大陆的错 可是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是 其实第一时间渔业鼠 嗯 原本想要出来帮渔民说 这是传统渔场啊 你们怎么可以抓我们啊 嗯 可是很快的海巡鼠就定调 定调说这是一个越界非法捕龙 嗯 当海巡鼠这样定调完了之后 你看到不管是赖清德 嗯 或者是总统府 或者是行政院态度上面 也倾向于海巡鼠的一个态度 嗯 那我觉得这一个政治定调 因为就连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 沈柏阳都说这是越界 嗯 好 那么当民进党要这样子定调的时候 他反映的不是说他们突然变理性 我认为他反映出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嗯 因为呢美国的两位学者 一位呢是丁廷大名的格莱怡 嗯 另外呢是CSIS的这个 China Power的主任林碧莹啊 他们和写了一篇文章 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呢他当然提到说要加强台湾的任性啦 加强军力布置啦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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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那一定包括蔡英文嘛 也就是赖清德的就职眼说 已经偏离了蔡英文的路线 这件事情其实也凸显出来 为什么现在民进党政府 要采取低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因为他的理亏不纯粹只是在 这一个渔业活动上面的理亏违法 不纯粹只是如此而已 还包括了在中美台三边关系当中 其实台湾知道已经破坏了这个平衡 这件事情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解析 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谈上和组织 这一次上和组织呢比较有意思的是 莫迪没有参加他是会员 但是他不参加 反而选择两天之后他要去访问莫斯科 可是呢有一位不是会员来了 土耳其 土耳其 观察国 对 那很快的跑来了 而且很积极 还有一位呢比较特别的 这一个呃这个宾客呢 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古特雷斯 他还要发表演说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看待上和这件事情 第三个部分呢是 中非呢在仁爱礁的附近 发生了那一次的断指的冲突之后呢 反而现在菲律宾要求说 那我们双方坐下来谈吧 嗯 之前我们其实就跟大家讲过说 菲律宾的态度已经转向了 先硬后软 现在这一个双方坐下来 双方的外交副部长的会面 恰恰说明了菲律宾 正在这件事情上面往后撤退 我们等一下也会为大家来解析 嗯好不过我们先从大进发88号 大进满对不起 大进满88号的这个事件开始说起 从前天晚上啊 他因为我想这是就海巡署的这个定调 他是越界他进入了中国大陆的领海战会 12海里 对他是进入了11.2海里 嗯所以其实就是进入了12海里 所以是直接进到人家领海的范围之内 而且呢他所捕捞的时候 所使用的那个敌网工具 嗯他的那个网的那个眼睛啊密度 密度特别的密 那这个是这个密度的高度呢 是比这一个大陆所规定的 还要来的更加密 嗯就是这个网目更小 他的网目有规定 那这个网目之所以要规定大小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让小鱼可以流走 嗯那这样小鱼 就可以继续的长大 你不要把那个过小的鱼都捞上来了 这一点其实呢 在我们看到有很 非常多的海洋保育当中 都在宣导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嗯 结果我们的网目非常的小 所以你不管是从对岸是在 你进入了领海 对岸的领海 对岸的领海 而且对岸现在是在浮迹修鱼的期间 然后呢 同时你的网目又特别的小 嗯 这三件事情 其实都违法 嗯 所以他被扣押了 那海巡署 其实确实有去救 但是呢 当海巡署到的时候呢 对方的海警船 人船数更多 那我们的海巡船呢 反而是被包围的情况之下 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船被扣押 然后到了大陆去 嗯 所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好 我们先看先看就是说 把一些基本的观念先弄清楚 因为大陆今年二零二四年的 他的伏计修雨 伏计伏计就夏天了 刚刚凤卿讲 那修雨就是今天禁止补雨 嗯 他从五月一号开始 对 那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伏计 因为那台湾总是想象 让大陆很落后啊 没有环环环保观念啊 没有保育观念错 跟你说你就就是 这个呢 这个这都是在过去 在那种的政治意识 主导的情况之下呢 你不愿意用一个正确 基于事实的基础去看待大陆 他在干些什么 对基于事实 对那这个呢 有非常强烈的偏见跟优越感 觉得台湾碰到大陆 就是有这种的高高大陆 一等的优越感 但是伏计修雨这件事情 他基本上面是符合海洋海洋生物的这种的分种繁衍的原则 因为海洋生物绝大部分的都是在春秋两两季的时候呢 就是繁繁殖 夏季是他的发育期 换来说呢 在夏季的时候 如果你不让他有一些有一些呢 就是说呢 繁殖之后的发育的空间 你慢慢就补补不到雨了 好所以呢这个伏计修雨 从最早的时候呢是只有渤海黄海 然后慢慢扩及到东海 那台湾海峡也在里面 之后呢到了到了到了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呢 连连南海 现在基本上面大家都知道 反正只要你在在第一岛链的范围之内捕鱼的 你都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修雨期 从北纬十二度以北台台湾是二十三度左右 他十二度以北 或者说从南海南南沙附附近的这个水域往北 几乎呢就都是在他修雨的范围 他一修修个三个半半月哦 对每一个地方的修雨期没有完全一致 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可是他这一修 就是十二艘渔船不能够出海 对但你说他的受受受管制的渔船呢 经常呢大概就是对十二万艘以上 那他是只对台湾很严格 没有他对自己的渔船更严格 没错没错 因此他的他的渔船法不你台湾应该到过来想 就说今天如果在台湾海峡或者在东海南海附近的水域 如果你发现在好像富裕的还不错 渔船资源回来了 而不像是我二十几年前在跑渔船新闻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台湾的渔船曾经非常惨 惨到就是台湾海峡几乎补不到任何东的东西 你你你如果能到一些的比较潜水去去看的时候呢 底下呢都已经被脱平了 脱网都被脱脱平没有没有渔业资源 那现在如果还能够捕到鱼 跟过去二十几年大陆的这种伏计修鱼 修的时间的越来越长范围越来越大 而且执法越来越严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大陆的渔民有抱怨有 因为他们认为说你对我这么严格 肯定为什么对台湾渔民这么的松 台湾的渔民之所以会觉得说 哎你修鱼的时候我照样来 是因为在过去他他真的照样去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事 没错没错 在过去大陆严格对自己的渔船 进行所谓的伏计修鱼 执法做海洋海洋富裕的时候 理论上来讲台湾应该感谢他 台湾的渔民应该感谢大陆这种的政策 一个国家可以让自己的渔民 三个多月的时间不出海 你看那很长时间的调调整 渔民的生活渔民的作作息 他做很多的调整 我不补鱼我就没有没有任何的收入啊 那我这几个月怎么办呢 他那个是一个政策面长期执行的结果 其实不容易的 台湾反而没有呢这么严格的 我看台湾的这种的禁渔的规定 你只粗糙 但台湾的渔业台湾的渔民的都不好一次去检 检讨这这些部分 你要补鱼你你你为什么不往台台湾的方向 方向补那跑到大陆的对岸去 那为什么台湾附近的水域你是抓不到小管吗 不是都都被的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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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了好那因为小小管这种东西啊 收更了 不管了小卷中卷啊小管反正这种的都是同同一类的生物 他其实他的寿命很短他大概就一年多一点点而已 所以呢他的发育非常非常快 然后然后呢只要呢只要呢成就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给长得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你只要呢不要过度捕捞 其实你可以反反复捞 可是他的繁育的时间呢 同时间呢跟台湾海峡比较容易出现的像青鱼 很多的青鱼大概都在这季节 所以你在捞这些的所谓小管的时候 你会一并的把这些呢在繁殖期间的青鱼的小鱼都捞走 所以呢死伤的都都非常的惨重 大陆的修鱼是有他的逻辑性的是合理的 我过去只担心他的执法强度不够 可是你看到现在他的执法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过去是输但是现在是不漏 对好那台湾台湾方面来讲的在过去你同样应该我认为台湾的渔民应该倒过来想你要感谢大陆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明明违规违法违反他的渔越法在大陆的渔民如果干相同的是事情要不然就是扣渔船 罚金坐牢甚至吊销你的执照 但是大陆方面来讲 并过去没有太扩张了自己的管辖 因此呢过去从他的开始的伏计修鱼到现在为止呢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一九九零年代就对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面台湾的渔船前年后被被查扣的只有十几艘而已 等一下三艘 那台湾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被登检的有十几艘了 台湾船只历年遭遇中国登检的事件一来 你会发现呢 之前其实在伏计修鱼期间呢 有没有台湾越界然后违反大陆的规定 然后因此呢就被登船的 有最密集的时间点呢是在民国九十二年就二零零三年的时候 阿扁的时代对阿扁的时候 那时候呢比如说以七月十一号那一天就立刻就包括了有是龙满六号啦 龙德峰十二号啦龙顺利号啦 还有龙莲星八号啦以及龙德利一六八号五艘 所以二零零三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五艘 然后当时呢也是把它给扣押了之后呢 缴了罚款了之后 回到澎湖嗯到了二零零五年七月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一口气六艘 然后也同样是抓了扣了之后呢 然后接着缴清罚款 然后接着隔两天 嗯就回到了澎湖 这两个事情都是隔两天就回到了澎湖 好然后呢到了二零零七年的时候 然后他当时呢被这个登检 嗯可是呢当时呢海巡署立刻抵达现场之后呢 那么大陆还是放船了 嗯放人放船 然后所以海巡署护航就已经回到了澎湖 所以真的有被扣押的 其实是已经到了二零零五年了 嗯所以二零零五年之后 就没有再发生过来没错 对因为你看到后面啊的登船事件啊 民国一百零四年二零一五年 那个时候是因为金门的货轮是船长落海 嗯他是为去救人的 然后在一百一十二年二零二十三年 那是因为船故障了 嗯那也是为了要去救人的 所以两艘金门都不是因为说 你违反了规定然后我去登检 嗯不是是 你发生了状况我去救你的 嗯然后呢一直到今年的二月十九号 嗯大家还记得 因为二月十四号的时候呢 当时发生了那一个就是渔船 然后就是大陆的渔船 然后被我们撞撞翻了 嗯然后后来导致了不幸的两位死亡的这个事件 之后在三月十四号隔了一个月的时候 当时呢嗯那么二月十九号对不起 金门集的客轮出日号 然后遭到了登检 好这个你把历年的事件来看的话 我我我我先梳理一下就是说 其实昨天你时间来看的话 第一时间渔夜暑的反应是说 这是传统渔船 台湾渔夜暑 嗯 当台湾渔夜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已经感受到说他跟你吵架 嗯 他跟你就是反正就是 我为什么不可以来 对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边捞鱼 我想什么时候捞就什么时候捞 隔了一个小时之后海巡署出来说 已经到了对岸零零海里 十一点二海里 这时候呢 渔夜暑还是说 啊这是传统渔场 可是之后你会发现 国安人士透过特定媒体就开始放话说 哎呀大陆现在啊 伏计修鱼啊抓得很凶啊 然后呢呼吁渔民啊 尽量不要去靠近啊 因为这违反了他们的修鱼规定 其实菲律宾都有很多艘船呢 其实呢都已经被登检了啊 所以呢日本呢 其实都有发生冲突跟纠纷 所以呢千万不要违反规定 就显然是要去认同海巡署 这一方面的说法 嗯 所以渔夜暑第一时间其实是要闹的 嗯 就像自由时报第一时间 就像自由时报的反应 自由时报呢 他知道自己理亏哦 那他采取的 你确定他知道吗 哈哈哈 海巡署昨天都这样讲了 你需要不要认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理亏 不是这样 他真的不觉得他理亏的 可是海巡署都这样说了 海巡署是海巡署啊 自由时报我说 他他真的是自由的 好OK 他这边呢还要去骂人家 嗯 你放任三五船 肆虐澎湖海域 真的在归策一通 双标 嗯 那你都违法了 为什么我不能违法 嗯 别人闯红灯 凭什么我不能闯红灯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嗯 昨天也是一样 昨天那个 苏贞昌的女儿啊 对对对 她说她说呢 大陆的海警 当街鲁人 对 鲁人勒勒勒勒俗 对没错 好我们 所以他们想要吵架的人很多 嗯 但是我觉得海巡署跟大 跟总统府还有行政院要定调的 是知道自己理亏 嗯 现在就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啊碰到什么事件的时候都是做膝盖反应 嗯 这种膝盖反应呢 就像过去我们 嗯 当 台湾的这些诈骗一些嫌犯被抓的时候 往大陆送的时候 哇这种群情沸沸沸啊 我还记得那时候包括黄国昌啊 等都都都非常的激愤 就说呢这这些国家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这些警方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这些人都被送往大陆去那台湾的主权如何如何如何 对 就是我们都是用这种惯性的觉得说我自己的人做的再糟糕 轮不到你讲话 嗯 这个呢是我是我管的 那你有没有能力管是一回事情 但是那个姿态那个 要表现出出来 那个是呢 讲给台湾老老百姓听的 就我们同仇敌忾我们的渔船呢被被抓了 不管什么理由被抓 那是错的 嗯所以呢你不可以抓到抓我的船 他在台湾一年一年抓到多少大大陆渔船 一百多艘 一百多艘其实那个数量更多的时候呢 好几百艘 换来说在过去 你说的有没有大陆渔船呢 到台湾的附近的水域捕鱼 雨盛醉之前呢在新新竹外海的十几海里地方呢也都有 有没有有 但是违法说怎么样就抓 啊抓的时候怎么样就就就就罚钱啊 有的那船呢就人呢就送回去了 有的那船就被扣了 或者是台湾的船船都都不要也也有啊台湾抓更多台湾抓更多是不是呢台湾的渔民比较守法不你你完全搞搞错了台湾我我在做工作之后我第一次出国采访就是鱼月九分那个时候呢是台湾跟菲律宾之间因为不断的发生鱼月纠纷所以要签一个中非鱼月协定我第一次呢到到马尼拉出国采访就是为为这件事情 你想台湾甚至于发生过广大信号事件菲律宾的对台湾的渔民的那个脑脑火你固然觉得他们怎么可以开枪对了开开枪打死人当时是不对的 那时候是他们理亏对 但是就说台湾的渔民在周边的水域里面甚至远洋捕捞的时候恶民昭彰啊那在北大北大北大西洋的这些捕归啊的等等过去都是美国制裁的对象那跟日本之间台湾的渔船被日本扣的还少吗嗯 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台湾曾经了经过那个节折而渔的过程可是今天呢大陆方面来讲在他的近于其对海洋资源的养护这当他很在乎呢他的他的这海洋蛋白质的这个这供应啊所以他他对他渔业资源不管是买或者是养或者或者是保护他都能做的呢非常非常的强硬所以说台湾第一个你要感谢他如如果不是这样台湾的附近周围的水域可能真的呢现在严靖海的 可能真的就补补不到雨那台湾的恶名昭彰使得台湾人总是不知道以为台湾的在国际的形象就跟仙女一样 每个看到的时候呢都是仰慕跟崇拜不是这样台湾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半导体不是因为政治正确台湾在国国际的这种的一些的主权行为当中或者是商业行为当中风平没有你想的这么好 尤也尤其是这样的海洋资源上面好那不管是跟菲律宾也好跟跟日本也好过去经常被抓印尼抓台湾船抓抓更多啊印尼呢印尼曾经抓台湾船都抓习惯台湾的惯性的反应都说印尼呢那叫掳船勒鼠 抓了船之后呢就是呢船长去交赎金把把人放回来不然呢船呢甚至有一阵子呢他们把把台湾呢不收回去雨船把烧了 就呢他也他也没有说呢好没没收给我们渔民有没有他把烧了好那这一次台湾方面的反应固然的表现出就说因为老师说人家当人家禁于禁的很很很严格这段时间了大陆的港口几乎是安静的 渔船的港口真的是很安静的固然也有类似所谓的三五船可三五船的有几个的第一个他量很少 第二个他船非常小那种三五船就像是之前的在金门呢被撞的那种的快艇一样他多半都是任务船所谓的三五船多半是任务船多半不是捕捞船即使少不能捕捞也都是很个人化的那种的带有游乐性质的而不是这种的大规模的这种的海洋捕捞并不是所以今天要用三五船呢说你很多三五船在外面活活动台湾也会有啊 台湾的虽然说出海的管制呢可能或许严格一点点过去的海境可是也会有有一些的这种的小小艇呢就跑出去了 做三五船我呢纯粹是小妈妈妈就是一定要找着找找几句话呛回去不然呢要不然呢那我难道就闭着眼睛就是呢把嘴巴污着呢就让你骂吗 大陆也也没有骂你啊大陆的执法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包括这一次的大进满的八十八号晚上呢 我我我现在没有没有没有抓好有航海航机图在这边OK你看看的这张的航航机图他出海了之后呢他是连 这一张对他是连想都没有没有想直直的就出去了 直直的直直的呢就往就往这个这个就说呢呃就往就往金门海海海域走了 好没没没关系简简单讲的就就是呢他人他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一出马马工之后呢就直直的往这个水域去活动 那你说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这地方呢是已经进到十二海里吗 第1个大陆方面现在 十二海里在台湾海峡是不是用 他在他的法理上面是这样 可是过去到这个地方捕捞你认为他以前没有来吗不他们以前都都都会来因为这附近不止这一艘船 对那来来的时候那以前为什么没有没有事 以前没有事 不是他现在对你不好 是以前对你太纵容了 台湾的渔民应该想就说 过去你为什么有恃无恐 人家自己的渔船都不能出来在自己的家门口里面捕捞 为什么你可以到人家家门口里面去大捞特捞 为什么鱼在那个地方小管在那地方就让你捞 我们不会捞吗 因为他们禁鱼 他们执法非常的严格 结果你来了就过去 抓的抓到你的时候的甚至连登检都没有就是基本就是叫叫你离开 因为呢这种叫你离开的习惯了之后 好像呢你偷拔水果的时候我看到之后就啊就是就走开就好了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搞大 台湾就养成习惯台湾渔民真的是养成习惯 好吧但是呢这一次抓了 抓了做他会说啊因为我们越界 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个回应 所谓的越界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要忍忍忍下去 就觉得啊这件事情的因为李亏讲的时候呢对自己也不光彩 所以呢就就就把责任推到于员渔民身上因为渔民越界了 可是 其实其实他真正该关心的是 你确定有界吗 你确定是因为他进了进了进了就说12海里所以抓你12海里之外就没有事吗 不是 以他今年以来的台湾海峡的执法那个界不是在12海里12海里是两国概概念 大陆现在今年 如果他现在是在11.2海里的地方扣了你的大进满 但是将来如果是在靠近台湾的外头的12海里的地方 认为呢你为我违法捕捞我把我的 伏技修鱼的范围 把台湾海峡都放进去他照样会 会执法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渔业将来必须要认真对待的 你必须把他的禁令当他5月1号连从央央市到地方浙江 因为他的他的就说呢整个只执行计划的总总部呢在浙江 所以呢 闽测的沿海的渔川都都知道啊 你台湾渔民知道 台湾渔民当然知道啊 因为因为你你你去看金门的媒体或者是或者是澎湖的媒体 有都告诉你啊5月1号啊大陆的福建修鱼开始了渔民出海的时候要如何如何都有提醒你 但是你就是来了 好因此这件事情的留下来的是在政治上面他会发生什么影响 好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那过去都纵容这一次为什么不纵容了 我觉得这个态度改变了本身也是很重要有意义的 过去呢纵容的原因是觉得说哎呀我如果不纵容的话就会伤了台湾人的情感 其实我每一次在听到就是伤了台湾人情感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尤其是提到说大陆做什么事情然后呢 台湾这边评论就说哎呀你会伤害台湾伤害台湾人的感情 我就会忍不住想说如果他不在乎了呢 嗯倒过来讲没有在乎伤害大陆人民感情 对就是台湾用这种情绪勒索到底还能够勒索多长的时间 好这是那今年就证明了这一招情绪勒索已经无效 嗯那我们就必须去面对情绪勒索无效这件事情 对大陆来说他还没有做过头的他其实做的就是就法论法 过去只讲情对台湾不讲法 现在就是不管情就谈法 那你不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一个做法吗 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就是 当台湾人评论不断的用说伤害台湾人的情感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那都是一种情绪勒索 嗯 那这种情绪勒索在你的政治敌对的情况之下是不会在长久的往前进的 相反的情绪勒索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的反扑会变得更严重 这是我的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是我觉得现在的政治执法 当然也是跟两岸的 紧张情势以及现在的政治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提一下就是一方面你看到我们刚提到2月14号的这个事件 这一期的美国外交事务期刊 刊登了美国两岸学者葛来仪以及林碧莹他们一起联手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台海迫近危机 华府如何降低台北与北境的几章 所以他先承认他还有现在有危机 但是他这个危机是怎么造成的 他里面没有太心意的去描述他 但他后面等于是有暗指 其实就是赖清德的演说造成的 他当然前面讲了很多就是 美国要如何的提高台湾的任性 军事力量如何的协助 然后等等等等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老生常态 可是话风一转 他就说 除了贺阻之外 拜登政府和中方官员 私下对话的时候 应该要承认 赖清德就职演说的调性 和内容 偏离了几位台湾前任总统 那他没有点名说是偏离了蔡英文 可是显然包括了蔡英文 所以 赖清德当然不可能走马英九路线 可是显然 从 葛莱仪和林碧莹的看法 赖清德甚至于连蔡英文路线都不是 这是第一个部分 他很重要的 说法 他说 但是美国呢 要强调说 这些谈话啦 跟实际行动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现在还看不出来 赖清德会有任何实际行动 所以 他 一方面点出赖清德就职演说 违反了蔡英文路线 但另外一方面又说 这件事情呢 其实都都还不到实际行动 他呢 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台湾要做哪些事 他说 固然要鼓励 赖政府强化台湾的防卫任性 但也要提醒台湾 美国反对台湾采行会让中方有借口 升高态势的任何行动 而且 北京呢 设定的前提也正在寻找 知识借口 台北要顾及和确保 现在所采取的行动不会造成国际舆论的反对 言下之意就是你要注意哦 你的行动会不会导致 我也没办法帮你忙 国际社会也不会想要帮你的忙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与其说 他是给台湾建议说你要强化任性 倒不如说 是在给台湾警告 葛拉伊当这几年的时间 因为他跟民进党的关系是很好的 他们国民党几乎没啥互动 是 那 以他跟民进党的关系 每次来的时候呢 喜滋滋的觉得好像来来看老婆那感觉 尤其喜欢蔡英文 对你看他发发这样的一篇文章 尤尤尤其喜欢蔡英文 尤其讨厌柯文哲 对 那这两个对 清楚 国民党好像是空空气 跟他都跟他还算是喜欢 对了 就说那个那个 很奇怪 很表面而已啦 好吧 但是所以呢 格拉伊在这个时候呢 发这样的一篇的文章 当然有一点 有点要去缓和520 的那个就职演说 所造成的 美中之间的 尴尬 表面上来讲 他好像是在 在给台湾一些建议 给美国一些建议 要如何强化安全 可是他重点是在缓和 美中之间的尴尬 美中之间的尴尬 你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来 就是520就职演说之后 那天演说的时候呢 包括Rosenberg 等等他们都是站在台上的 那个呢大概是赖清德 当选总统之后呢 美台关系的最高潮 可你们注意到就是 赖清德讲完话之后 即使经过了军演 即使两岸关系呢 这么的紧的紧张 各种各各种的这种的 战机呀 围围围啊 等等等等 一波又又一波 然后大陆方面呢 对对台湾 对独派的讲狠话 然后呢甚至于呢 22条的这样的一个 初初台 可是 520到现在我为止 已经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你有看到美国什么什么官员来吗 台美之间就开始进到了一个 因为没有发生所以你不会注意 但是就是因为他跟520之前的温度不一样 所以在520之后的美国在处理台湾的时候 显然就开始有了一些的尴尬 会不会因为他们选举太忙了 我觉得选选举忙固然是一回事情 但是跟社台机构不会有有这么直接的关联 尤其他们的这些 参众议员固然有选举 就是这个时候呢 可能不方便 可对社台机构来讲 两岸这么紧张的情况 下面 美方都没有一些 出来帮 赖清德帮枪的动作 那个是很奇怪的 当国务院的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呃也没有肯定赖清德 但是也没有呢 去过于的苛责赖清德 可是这一次 葛来仪的讲话 显然呢在选举之前的时候 中美关系的 现在的现在的很 低档的情况 是需要处理的 好那葛来仪呢 在讲到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的时候呢 奉行刚讲到中的 第一个就是 对了对了 我们承承认了 他确 他确实出乎我们意料以外 他确实呢是出格的 那出格的就就怎么样呢 出格他只是讲一讲而已 他并没有要付出行动的意思 你也不要大做文章嘛 我我葛来一跟你讲 我判断我认为赖清德不敢 赖清德就讲一讲 嘴巴喊的喊台独 然后呢要吃豆腐要占的占便宜 要嘴巴爽一下 可是他不会真的做的 可是 他们的就是 民进党的逻辑不是这样 民进党的逻辑是 只要我可以公开的讲台独 我现状什么都不用动 我就台独了 我没有要要在做做什么 剩下的你认为说的什么修改 宪法拉的等等 这些以现在的民进党对台湾的国民政府时代的 中华民国宪法体系的摧残的程度 其实改不改没有没有没有多大的差别 不要想太多 所以格拉伊这个这个讲话 基本上面打赖 赖清德给北京看 但是他的重点的其实是要在缓和中美关关系 毕竟 在520之后 然后就军演军演之后呢 就是董军的讲话 董军的在 香格里拉论坛的讲话对台湾的讲话的 占掉了三三分之以上的篇幅 那个讲话的就非常非常重了 好因此如果不能够缓和中美之之间的关系 显然中美有许多的这些对话跟存存在的风险是他很难去克服的 但是他另外含义就说美国应该push赖清德跟对岸的要进行对话 这点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 可是 我认为格拉伊 太一厢情愿 我认为基本上面的只是蒙着眼睛 把赖清德想象赖清德的美好天真跟善良 赖清德是非常强硬的 好 那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结论就是 第一呢就是 就大进满88号这件事情 我们理亏 过去我们理亏的时候呢 我们就情绪勒索中国大陆 但这个情绪勒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从赖清德政府 他们采取的态度来看的话 小心翼翼面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而这个小心翼翼 所以他们要 在第一时间就要跳出来告诉大家说 哎呀 其实是我们进入了人家的领海 哎呀我们违反了规定 要呼吁渔民啊 都不要去违反规定 所以渔民们 以为 赖政府 民进党政府 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 错了 现在他们已经不打算这么做了 那道理非常的简单 因为背后 其实美国并没有信任赖清德 你从葛莱宜的这篇 这个 这篇文章里头 你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的演说 确实给了他们意外 而且他们认定赖清德的演说内容 确实偏离了蔡英文路线 那这一点 赖清德还没有取得美国的信任 而中国大陆态度又那么样子的强硬 所以他当然只好小心翼翼的 去顾着这个 中国大陆北京的态度 然后去顾着美国的态度 他当然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 采取强硬的做法 所以还试图以为 民进党会强硬的人 你死而行吧 这件事情他们不会强硬的 因为他们做不出强硬的事情 第一在执行能力上面 他没有办法做到 海巡署就做不到 那第二个部分是 他在政治上面来讲 他也没办法做到用美国的方式 然后来施压中国大陆 他也做不到 而两岸之间又没有沟通管道 所以他现在是处于一个 无能为力的状态 好我们最后就是观观察 就是说在在大静门事件之后 澎湖渔民在最近 因为一个在过去被登检 被扣的全全部都是澎湖船 那这些澎湖船在这个事件之后 在 福济休于期间 还敢不敢到那些水域去 这是第一个就是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呢 就啊那还是不要不要去吧 那不去的时候渔民怎么办 渔民渔民是不是到其他地方的 去去捕捞 对其他地方 对台湾来讲 就是海峡中线以东的台湾的 这一块的这个水域 会发生什么影响 这个呢是值得观察 第二个就是 这一次 好吧 台湾的可以拖面自干说 因为我们的渔船 进到人家12海里 那大陆的海警 什么时候会在12海里以外 也抓船 24海里 对 24海里或者是 在台湾海峡里面 我告诉你台湾海峡 都在福济休于的范围 结果你还你还出来 他什么时候会在那12海里 24海里之外 认为你台湾 渔船仍然违反了他福济休于的渔月法的规定 他也抓 那那个时候对台湾的渔月冲击的就真的很大